字幕提供 哈囉大家好 歡迎收看新的一期 合金裝備無貫通 這一期我們主要是來解決一些支線任務 然後還有兩個主線任務的完成 先把這個金星月巢給剪 一般這些藥草是可以拿來製作藥劑 然後給自己維護體力的 也就相當於素材收集了 感覺和巫師有點像 騎著馬然後到處找藥草 我們現在在地圖上設定了一個目的地 現在要往那邊過去 好吧 我們已經途經一個少口 雖然海裡目的地還有300多米 在這個少口可以看一下有幾個敵人 帳篷旁邊有兩個 廁所旁邊有一個過去 先不用管它再看這邊有不有 三個好吧 把這個廁所旁邊的也標記上 四個敵人可以上了 首先我們從左邊這邊過來 有石頭擋住的 接近30多米的時候我們就可以匍匐前進了 利用箱子作為掩體往前走 最危險的就是正面兩個敵人 右邊那個敵人或許會發現我們 因為他是側面對著的 或許他轉頭就會看見我們 誒 他轉頭了 被發現了 好 我們現在就切換一下武器 等在這裡 他們看見這個箱子很可疑就會過來了 好 等他們過來的時候 扔一顆手雷 因為他們兩個都在這兒 好的 炸死他們 然後我們就可以撤離了 這時候按住X往前飛撲的話 就可以用箱子當為 滑板一樣的 對 在這光滑的地面上摩擦 首先把這個敵人給解決掉 看來不好解決 本來想昏迷他的被他發現了 直接和他們火拼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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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邊那個敵人可以直接上前解決他 翻過去 好 解決掉 這種瀕臨死亡的敵人的話 就是不可以用那個 降落傘把他們用飛機回收的 因為那樣的話 他們會在路程上 經受不住那個 經受不住降落傘的折騰 然後就會死了 好了 我們繼續往目的地前進了 還有100多米 不是特別遠了 這個任務就是要去回收高人士兵 這個高人士兵的話 是一位狙擊手 我們要在這一塊區域裡面 找出他的所在 先躲一下 看一下他在哪兒 我們設計的目的地是在河下面 應該不對 繼續在周圍走一下 看一下地圖 有人瞄準我了 我看見紅外線了 用槍了 狙擊手 我不知道他在哪兒 馬也被打死了 我的馬 我的愛馬 他在哪兒呢 他在哪兒 誒 子 誒 子彈好像是從左邊過來的 誒 那邊有紅色的 好像是這邊吧 看一下 不行了不行了 這樣下去會受不了的 先到 河下面去躲一下 從河這邊突破 好的 繞一下圈子 我們再來尋找這個 狙擊手在哪兒 不然都會被他狙死了 誒 在我的後方 出現了 有敵人的反應 哦 在山上 看見了 已經看見了 黑衣服的 從這邊繞過來 這邊有個山體可以遮擋一下 來到山上 好像沒有發現我們 好的 使用麻醉手槍 還沒看見我們 再來一槍 好的 麻醉手槍最大的效應就是在頭上 一槍就可以讓他們昏迷 這個就是高倫的狙擊士兵 我們可以把它回收掉 作為mother base的後備人員 誒 這個是狙擊槍誒 我應該是可以拿的 好的 我們來用一用狙擊槍 這樣就可以換了 但是 怎麼才能使用出那個 放大的效果呢 應該是進入自盡1的射擊 就可以了 我們來射一下這匹馬好了 我們的愛馬 對準他的菊花 來一槍 好的 麻已經死了 對不起啊 誒誒 卧槽 什麼東西 原地復活了 你是姓春歌的嗎 對著菊花再來一槍 我們來看看這個 這馬屁股 誒 又復活了 這匹馬也是厲害 我覺得比主角都厲害 你看 菊花上面還有血跡 但是可以馬上立地復活 果然是姓春歌的 好吧 我們現在就可以叫出直升飛機 完成任務 回到空中去了 回到基地 給直升機 設置一個著路點 然後我們就可以騎馬過去 好的 我們來到直升機的所在地了 現在就可以直接上飛機 誒 按錯了 不好意思 賣了一個萌 這樣的話 之前任務就完成了 我們慶祝一下任務的完成吧 好 在任務的選擇畫面的話 支線任務還有一個 取得RIOT的衝鋒槍 我們去完成這個支線任務 著路點選擇 這裡 離目標地點是最近的 其上我們的艾爾瑪又可以走了 他好像這匹馬的名字是叫D-Horse 對 設定好目的地之後 我們就可以一路往前了 來到目的地 這裡我們是要回收一把衝鋒槍 然而我現在也不知道衝鋒槍是在哪 這種黑夜的情況下 我就可以套上我的夜視儀 因為人體是有體溫的 我們就可以透過牆來關注到 敵人在哪 外面好像有車的聲音 有點怕 會不會被發現 好像沒有 沒有被發現 為什麼他說的中文要穿插一句鳥語啊 完全不明白是怎麼回事好嗎 這個任務的話好像就是要告訴我們 這些敵人是知道那個衝鋒槍的線索的 我們的話就應該去找這把衝鋒槍 我們可以先去綁架一個敵人 然後讓敵人告知我們衝鋒槍在哪 好 我們可以開始行動了 前面有一個我已經看見了 用望遠鏡鎖定他 就把他當作我們的審訊敵人吧 用這堵廢棄的牆壁 做一下掩體 好的他不會發現我們距離隔的有點遠 他也是背對著我們的一路向前 這邊有一個 對這個電器 什麼電器呢 就是主管這一區域的電燈的電力的供應 我們關閉他的話就會關掉所有的光源和監控器 就更方便我們的潛入 敵人也不容易察覺我們 但是光源被關閉之後 敵人必然有所察覺 察覺到有一定的異動 所以他們會進入警戒態勢 然而他們並不知道我在哪 所以我趁著他們並不知道我在哪 的時候不復前進 這傢伙完全不知道我正在靠近他 慢慢的接近 別走啊 提高一點速度 孩子沒發現 好可以直接CQC 要審訊他 快點說 等一下 需要藍圖這兒就有一個 地圖信息更新 那剩下的在哪呢 看來已經沒有消息了 就可以直接解決掉他了 連按RT就可以 讓敵人進入昏厥狀態 我們可以把這名敵人 稍微扔到遠一些 扔到河裡去 嚴死他 這樣一定死了吧 誒 這邊有個閃光的東西 是什麼 這就是藍圖了嗎 運氣這麼好 原來就在這個旁邊的屋子裡面 那這個任務還是挺簡單的 並沒有給你把任務物品設置很遠 現在可以騎馬回去了 來到直升飛機所在的地點 就又可以回 誒按錯了 為什麼總是上飛機前 總是喜歡賣一個萌啊 現在可以看見有 英雄之路和CRW CRW有個黃點 讓我很想點 所以這次我們就做CRW這個任務吧 英雄之路 我到時候知道是一個主線任務 隨便打補子 好的 下了飛機之後鎖定目的地 我們的目標是摧毀 情報廣播 摧毀敵方的通訊設備 大概是在這一個範圍 我們就可以騎馬前去了 還是有800公里 將近1000米了 還是挺遠的 這邊有一個車來了 先躲一下 不扶著 等他們過去啊 然後再前進 好的 我們過去了 可以騎馬前進了 可以看見前面有一個敵人 還有一個敵人 好了 沒了 這個少手的話 只有兩名敵人 我們現在的話就可以 乾淨力弱的收拾掉他們 因為兩個敵人的話就 不足為懼了 只要不被包夾 什麼麻醉槍啊 CQC啊 都可以用上了 距離這麼遠 一路狂奔 來到圍牆前 我們就可以一個飛撲 對 18米 好的 這傢伙在這的話 可以直接用麻醉槍給他 麻醉了 對 匍匐著 最準頭部來一槍 另外這傢伙就直接繞過去 衝上前一個CQC 可以審問一下他 然後提示了一下英雄點數 好像沒什麼情報 好了 我們現在就可以直接CQC把它摔倒了 這傢伙就可以用 賽爾頓回收系統 對 這個系統是叫賽爾頓回收系統 就可以直接把它回收到空中 然後由 母基地的直升機這些負責接應 欸 居然被發現了 路邊有兩個人 兩個空軍士兵一樣 進入子彈時間 已經被他們發現了 不行了 先把這個解決 一個CQC 這傢伙直接衝上前去 可不可以 不行 進入中傷狀態 現在我要 療傷 但是他不給我時間療傷 我的子彈也沒有了 要換彈嗎 噢 換成 換成麻醉手槍好了 一槍 好的 好危險啊 差一點就被他擊斃了 或者這個噴霧機真厲害啊 一下就把我復活了 感覺和生活危機室裡面 李昂拿的那個道具有點像 哇哈哈 把這個通訊士兵給回收了 因為是第一次見這個通訊士兵 好的 繼續前進 前面就是敵人的大本音所在 先把子彈換一下 所以的裝備好 我們現在要可以 標記一下這些 通訊設備 先找一下 然後也鎖定一下敵人 一個 兩個 三個耶 好多喔這個敵人 下面還有 然後也有一艇機槍 機槍的話 我們也是可以利用的 但是 目前為止 我都沒有怎麼利用 再往地勢高一點的地方看一下 這邊高一些 再遙望一下 發現一個 發現一個目標了 對 就是這個雷達 我們要摧毀的就是這些通訊設備 在望遠鏡裡面就可以把它標記上 繼續再尋找其他的 對 這邊還有一個 對 就可以上去 第一個boss你在賣萌嗎 那麼一點的高度 你都上去不了 這邊可以匍匐前進 注意 有兩個敵人往這邊前進了 我們可以先收拾掉他們 用麻雀槍 因為距離不是很遠 先解決後面這個 他不用被 前面的才不容易被發現 好像沒有說中 我們說是前面的 可以等後面那個藥效發作了之後 還是沒說中 怎麼回事啊 槍法太不準了 解決掉一個 再靜一些 好 這邊也吸引注意力了 過來了 繼續解決他 沒有子彈了嗎 一槍 回心 再來一槍 這次中了 三個人也倒下了 我現在就可以下去了 可以把他們回收掉 不要被他們被發現 噢 有車的聲音 好像有人來了 誒誒誒誒誒 要被發現了 是哪的人被發現我了 左前方 先撤先撤 這時候不能彈刀 先撤 用紙盒來躲避一下 稍微等待一下 等待時間的經過 他們就沒有再進入警戒狀態了 我猜過去 誒 又被發現了 出現白色那個 他們已經懷疑這個紙箱了 啊 還點燃了照明彈 現在的話我就可以脫離這個紙箱了 已經沒有什麼作用 可以一路往下 誒前面50多米有個敵人 就在三星坡下面 甚至他沒有發現 上去給他直接來一個Stick C 對 回頭也沒有關係 回收掉 敵方已經打燃了照明彈 我要躲在這個三坡下面 使用紙盒來躲避一下 等待時間的流逝 不然的話等一下被他們發現就糟糕了 我現在的話就趁著他們吸引他們注意力 因為他們已經清朝出洞了 我就一路往前 朝著目的地前進 對 他們都在三坡去搜尋我了 我就攻入他們的大本衣 又被發現了 原來這邊還有一個守衛的沒有看見 那邊那個太遠了 設計不到他 所以就繞一下 繞遠一下 直接上去給他一個CXC 那群傢伙也趕不回來 我現在先躲避一下 不知道他哪在打我 放在房子裡面 這群傢伙 誒可以先過來把這個 解決掉 解決掉 解決掉了 那群傢伙還沒有回來 好 我現在可以先把這個 基地的電源給關閉了 沒有燈之後 他們也不容易找到我 他們好像回來了 好的 用一下紙盒子 偽裝一下 可以呼叫一下直升機來空中支援 就可以讓他幫助我來打擊這些敵人 好的 已經呼叫直升機了 一共有三個敵人 不過後面還有個沒有標記的敵人 噢 他們居然扔手雷了 簡直不要臉 一上來就是重武器 這三個敵人要怎麼解決呢 躲避一下好了 不好瞄準啊 離的也太遠了 而且他們也有掩體躲在牆後面 打不到 這邊過來吧 誒 我在幹什麼 我怎麼又把這個電源給開啟了 快快關掉 剛剛手殘了 從右邊突圍吧 他們注意力都在左邊的 對他們應該沒有發現我 從左邊突圍 從右邊突圍 對 就被發現了 不要管不要管 直接往前衝 繞背 從後面都給我一槍進去 這邊有一個敵人 上去就給他一個CXC 好解決掉 前衝一下子彈 出來 這邊有個敵人過來了 用紙盒偽裝一下 等著他過來 他應該會過來的 就過來了 上去就是一個CXC 沒收掉 沒收掉 還有一個敵人在地上喘息 好的 直升機也來支援我們了 火力已經很充足了 我們可以搜尋一下這個機具了 找一下那個雷達是在哪 喔 不是 雷達不是在這 找錯了 不是給雷達做了標記嗎 喔 在上面 對 可以直接上樓 機具的人都被解決掉了 我們現在可以放性大膽 在這個基地裡面收掛了 怎麼摧毀啊 沒有反應鍵啊 我知道 下面有個人復活了 先不管他 知道了 那個手雷應該可以把他炸掉 真男人從不回頭看爆炸 這邊還有一個 下面敵人復活了 這個是防控雷達喔 兩個敵人來了 好可以下去收拾掉了 上去就給他CQC 唉 可惜了 被另外一個敵人給發現了 現在又暴露了行蹤 他在哪兒 在這兒 解決掉 這邊還有一個 沒發現我 上去CQC就好了 剛剛賣了下萌了 好了 又把他們 一人給解決掉了 目標全部消滅了 又可以慢慢收掛了 剛剛炸的是防空雷達 現在要炸的這種雷達才是 對 又是一個 好的目標完成 第二個了 還差一個 還有一個在哪兒呢 看見了 對就是這個 好 好任務已經完成了 我現在可以脫離這個戰區了 不需要直升機過來 然後我就可以 撤離這個地區 完成任務 不會選擇 你們已經到達了 旁邊 不尊峻 也要穫 旁邊 凸到 新車 海戰 要搵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